林依晨自2014年下嫁去外商人林玉超之后,两人在台北举办隆重婚礼,一众亲朋好友见证幸福时刻。 婚后,升格当幸福人妻的林依晨,渐渐放慢演艺事业的脚步,回归家庭向丈夫林玉超教人,可一转眼快七年过去了。 林依晨一直备孕无果,备受外界的催生压力。 近日,据周刊爆料称,林依晨,林玉超夫妇盼望多年终于迎来了好消息,过意只守着秘密,不敢对外泄露半点痕迹,就这样瞒到运度已八个月大,都未曾被外界察觉。 但既然运度已八个多月,那么林横已进入倒计时卸货阶段,预产期就在10月,林依晨终于如愿可以当妈了。 翻看林依晨今年的行程履历,确实鲜少公开露面,而且就算录视频出镜也大多是半身照亮相为了佐证林依晨秘密怀孕仪式,周刊狗仔蹲守在林依晨的豪宅附近,并目击到林玉超匆匆从美国回来,拎着大包小包的营养品,为太太滋补身体。 值得一提的是,向来亲自负责遛狗的林依晨,或许是林盆在即,故遛狗的责任则交由公婆来处理,林家上下全员出动,呵护林依晨的秘密运势,随着年龄的增加,林依晨夫妇面临巨大的催生压力,女方亦是不惜选择停工专心备孕,男方则是在今年三月份返台常驻,齐心协力的恩爱夫妇终于如愿造人成功,真是可喜可贺呀。 点赞,订阅,并点亮小铃铛,就能每天和桃子一起吃瓜看戏咯。